一共做过两家大的全球型企业 一个是100多岁的IBM 一个是40多岁的CG西捷 我其实在IBM生过两个小孩 都几乎没有怎么好好做月子 我一走就崩盘了 我这一个月子还没到30天呢 总代加起来亏了4000多万 我们美国老大专门飞过来见我 就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中国区数字做不到 怎么办 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 停止供货 他说你疯了吗 我从美国飞过来 就是为了让你想办法完成任务的 我们是以素人访谈为主 业的一道栏目 但是其实我们也会 专达一些所谓的过来人 各行各业的一些 有做出来一定成绩的人 我们希望他来分享给大家一些人生智慧 我觉得全程可以不记得任何话 但是有一句话一定要记得 就是职场的生存法则 其实就一句话坚持做对的事 这也是我自己对谈过上百个各种创业者 或者是企业高管 以及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创业者 我自己看待我的同事 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实在的 在群体直接沟通 因为我这上午 这样我让想要看我 好好好 我在西捷做中国区总裁 全球高级副总裁 我看你那些问题还不错 只要不谈政治敏感 不谈特别私密 我觉得都OK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见不得人的 其实说起来也很神奇 你只经历了两份工作 就做到一个跨国企业的中国区总裁 你有时候会觉得恍惚吗 也不会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 就像游泳一样 我就不停地往前游 没想太多 你游泳的时候能想啥呢 你想着掉下去沉 我觉得我在职场 之所以在外企 能够成功 是因为我坚持 一直坚持做对的 哪怕是跟老板吵架 但反而这样赢得了尊重 因为你这样才与众不同 因为大部分打工的人 就想老板让我干嘛就干嘛 但我有时候常常说自己 我说我估计也就只能在外企 能活着 换一个别的企业 估计我就死了 因为有些企业就是要你听话 是吧 其实很多人肯定会问过你 一个职场小白 究竟怎么才能混出头 其实就一句话 就是坚持做你认为对的事 是的 这个非常难 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说在职场最难做到 我其实在IBM生过两个小孩 这两个小孩 我都几乎没有怎么好好做月子 就是我一走就崩盘了 我这一个月子 还没到30天呢 总代加起来亏了4000多万 生完老二又是这样的情况 上班第一天 当天我们美国老大 专门飞过来见我 就一个问题 你们现在中国区 数字做不到 怎么办 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 停止公布 他说你疯了吗 我从美国飞过来 就是为了让你想办法 完成任务的 我说我的办法 是为了将来 下个季度 我们能正确地 让生意恢复 所以我们俩整整做了一天 他用各种方法折磨我 无论如何怎么说 我说就一个办法 停止公布 因为你只有对外宣布 停止公布了 市场才会有信心 否则就是囚徒困境 谁先跑谁赚 我当时心里就想 你大不了把我开掉 反正这是正确的 在当时老板想不到这一点吗 当然想得到 但是他不管 他就是用高压的政策 逼你做错误的事 那老板会不会觉得 你这是要战身为王 就是要逼宫 随便 我当时想就是你随便 你把我干掉好了 我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我做正确的事 但事实上服务器我做了九年 没有人能把我干掉 是因为我做的最后生意是非常好的 在中国去遥遥领先 那次之后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没有卖 对吗 市场已经崩盘了 就像你说的 他们不明白吗 他们只希望我创造一个奇迹 但是我只是告诉他一个简单的道理 因为你没有办法银吃猛粮 你如果那个时候 你再找一堆其他代理商 再拿货 那可不是一台亏两千的事了 那这些代理商亏了钱 你找了新的代理 前面不管了 你最后你在市场上的口碑就毁了 你将来做生意 谁会相信你 你没有信誉 你什么也做不了 然后隔了多长时间恢复的 很快的 那么一个季度就把亏的钱赚回来了 那老板对你的态度可以说是 又爱又恨 对我这种人 他肯定特意想把我换掉 是吧 但是实际上任何人 他就说如果他要成功 他绝对不能是单面的 你一定是在最原则的事情上坚持 但有些事情上要妥协嘛 人家才知道你是有智慧 否则你就永远地坚持 那你就是个刺猬 你永远地妥协 人家觉得你没有思想 这个人一定要丰满 你一定是两面都要有 三个孩子还是小嘛 最小的才八岁 最大的十四 你知道我们家那个小儿子很逗的 他就经常跟我说 说说说你 我应该叫你姥姥 他说你的年龄 跟我们同学的姥姥一样 他说我们同学的妈妈都三十多 作为一个大力妈妈 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困扰的 现在想想如果能重来 你会不会早点生呢 我肯定早点生 因为其实以前为什么老不生 因为职场太成功了 生得太快了 到每个节点我都觉得 我不能生孩子 因为觉得说 我这风风火火的在工作 然后我每两年就换一个公种 永远都感觉在重新开始 才不停地挑战 不停地学新东西 那个时候觉得只要怀孕 就会影响吧 当然很多女性是因为视野 会选择不生或者晚生 但是有更多人是因为 视野也没那么顺利 就更不敢生了 是不是 对 所以我的理论 虽然经常被人抨击 就是要么不要 一个都别要 但是要要呢 一定要两个以上 为什么两个以上好带 因为小朋友是这样的 没有人跟他玩的时候 他就黏着你 但如果他有人玩 他就忘了你 所以老二一出来 他就没看过我 他都看哥哥 永远跟在哥哥屁股后面 然后包括说 你从管理学的角度 你就一个员工 你怎么管 是不是 你又不能失去他 你说你是不是要哄他 你哄他 你怎么管他 但如果你是两个以上 三个的时候 那你就好管了 引入竞争 引入奖程 是吧 建立一个什么模范 你总归你用管理学 就可以把孩子管得很好 然后你还很轻松 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说 在养孩子 尤其在北京 你工作压力这么大 你周末陪他 不现实 为什么周末不现实 平时不现实 周末我基本上 雷打不动要陪孩子 所以一般秘书都知道 我周末不出差 就是你的底线 就一定要上来就画清楚 比如说我原来在近西节 在面试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第一 我这个人睡觉早 十一点以后的会呢 我真的开不了 第二呢 周末不出差 那周末不出差 那是我自己决定了 你不去就是不去 你把这个底线画好了 你发现能做到 但你如果不画 那一定做不到 很多人可能会说 我哪有什么叫板的资格 人让我一点开会 我也要一点开会 我有什么办法 那这个苦 大家都是一开始要吃的 我今天是已经工作三十年了 所以你可能觉得 站着说话不要疼 但是你头五年一样的 也是加班 也是吃苦 我们甚至真的在椅子上睡过 你想未来 能够有一个轻松的环境 一开始的苦是躲不掉的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 你会觉得哪个阶段 是养孩子最难过的时候 我认为最最痛苦的是 六岁之后教育上面 一旦面临到教育问题 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你会突然发现 孩子是你的镜子 比如说 我原来以前 就是我说我很牛的时候 那时候三十多岁 但是那时候 孩子已经当领导了 所以那出去 比如说去餐厅上菜漫 什么你就会不耐心 你就会批评服务员 有时候甚至发脾气 后来有一天 突然我发现 带孩子出去老大 突然冲着服务员发火 然后我看 跟我当时一模一样 我突然就想 真的不能这样 我后来就经常跟孩子们说 妈妈脾气不好 如果妈妈以后发火 你们要提醒我 你们不要跟妈妈学 因为我是觉得 跟孩子在一起 是一个让自己变好的过程 然后跟着他们去挑战自我 我觉得挺快乐的 这个是18年的时候 拳击的时候不小心骨折了 但是呢 也没有耽误工作 然后就自己买了个电动轮椅 带着我们美国的CEO 去参观华为公司 所以那一次是坐着轮椅去开会 我是个行动派 为什么我说 我这些人生就是在游泳 我就不停地游 但是我的游的过程 是我在找机会 就像我今天在 努力地做这个 但我同时外面来找我的机会 我不拒绝 然后我会去挑 我会去看 有更好的 我接着找第二曲线 第三曲线 第四曲线 这样你的曲线 不是一直往上吗 比如说我在IBM 最最好的时候 做的选择是离开 我去选择了细节 因为我看到 电脑三大件的行业 已经完成了整合 已经变成了垄断和半垄断 一年以后 IBM宣布把服务器卖给联想 如果我当时没选择 我今年肯定就已经 被卖给其他公司了 是不是 所以这种逆向的职业选择 其实是很反人性的 当然 所以是少有人走的路 那本书 是我特别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总结完 所谓的成功 就是跟自己拧吧 就是你 你所有的痛苦的事 你不爱做的事 你都做了 你就成功了 对啊 你都做到那个 只为了你想更有钱吗 还是你要虚荣性 我要自己的一个成就感 没有达到我的成就感 你活了一辈子 不就是为了不白活一次吗 是不是 为什么要让自己有遗憾呢 如果我是能够很好的状态 做一个全职的妈妈 我会去做 但是我做不到 这不是我的长处 所以人是各有所长 还有你自己的 希望达到的价值 每个人不一样 但你在你的目标上 努力就好 是不是 就是这么多年走过来 你会不会也产生 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怀疑 就真的会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就是一个女人 干嘛要这样 其实我的自我怀疑 都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不满意 就是我总觉得 我还差很多 而且越往后越觉得缺很多 我小时候是没有自信的 因为就是一个一直被打击 我永远受不了我妈的批评 因为小时候的阴影就在那呢 因为她从来没有夸过我 永远 而且小时候对我的挑剔道说 今天你的作业 如果字写得不好 撕掉 重写 因为我不自信 所以在比如说 跟别人相处的时候 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当你太在乎别人看法的时候 你是没有自我的 尤其在亲密关系里面 我曾经开玩笑 我说在我年轻的时候 在职场上是没问题 在亲密关系上我是个会儿 什么叫会儿啊 就是你知道打麻将吧 你可以当条也可以当饼 那就是说你碰到一个喜欢古典音乐的 你就喜欢古典音乐 你碰到一个喜欢玩游戏的 你就玩游戏 你没有自我 没有自我的人在亲密关系不会幸福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 任何的东西它是两面的 你可以说妈妈对我的打击让我很强大 但是你要知道当你没有自我 没有自信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自我认知 你一定在其他方面是有问题的 你到大概什么年纪才知道我是谁的 我觉得到差不多40岁以后吧 我在西节第一年之后 我挑战了第一年之后 我觉得我基本上对自己非常自信了 在西节第一年非常难 包括外在的内在的 所有的东西在搞我 想让我走 那总之我活下来 而且现在活得很好 那第一年之后呢 我就知道对自己很有信心了 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 就算是再换多少工作 你也能活下来 你没有工作你也能活下来 你那个认知才想真正的 我是通过工作去建立了自我的认知 另外呢就是我的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了 年轻的时候就为一个我字 我要让别人认可 我要做得特别好 我要让我自己觉得特别牛 你知道吧 就是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 但是到现在呢 我觉得这个我越来越模糊了 比如说我未来 我其实希望做的事 是帮助年轻的女性 甚至就是我也喜欢去讲课啊 去做咨询啊 这些都是我希望到了 可能60岁以后要做的事情 我希望他们也会以为我做的事 你是不是要做的事 我希望我自己觉得我做的事 我希望你能活下来